要騷擾廣中秋傳統的保留節目 文化公園的中秋燈會一定不少 還有幾天時間 園內的各個燈組已經基本搭建完畢 朱幅記者在現場見到 一大早就有街坊過來提前打卡 比較活躍 兒童比較喜歡的動漫之類 我們往年都有來看 不過今年好像很漂亮 也挺漂亮 也有龍鳳呈牆、百花齊放 那種主題 我覺得都OK 現場有電工對各個燈組進行最後調試 綠化工人也將盆花放在燈組外圍 為觀眾提供更好的觀看體驗 我們現在最後安裝感應器 它的作用就是通過可以跟觀眾的一個互動 觀眾站在感應器的前面去揮動他的手 它感應器就會根據觀眾的手的動作 去產生一些不同的光效 今年文化公園中秋燈會的主題是綠美揚成 將會展出28組中大型的彩燈 和接近2000盞的氣氛燈 無論在規模還是材料的使用都是近年之在 燈組的材料方面都是全面使用LED材料 以及其他的燈例如星球燈、蒲公英燈這些材料 達到節能的要求 工作人員介紹本市燈會的燈飾 總共會用到五種布料 其中仿真動物皮膜是首次使用 會令整個燈飾去虛如生 溫馨提示 文化公園中秋燈會的亮燈時間是9月29日至10月6日 每日下午6點至晚上10點 免費對市民開放 各位街坊記得有序參觀 文明出遊樂 諸福記者李上報道